騎馬晚會啊 6點就開始了 我們7 8點就要到隆德宮了 對了對了 你那天叫一下那個Uber載我們過去 不然那邊很難停車耶 好啊 那我們繞進有什麼好玩的啊 繞進不是去玩的 是去修復爆的 然後啊 我們要默念九肢真言 求懺悔 求謝罪 求原諒 並且啊 那個每三個小時啊 就會有那個好吃的素食的那個點心讚 每次我繞進回來 我都覺得我胖不少耶 啊哈 人家才不要變胖 啊你剛剛說吃素食 所以我們8天都要吃素食哦 對啊 我們出發前3天就要開始吃素了 而且啊 吃素對身體很健康哦 哦 好啦 那我先去整理行李囉 啊 你要使用這個隆德宮的行李袋哦 千萬不可以用行李箱哦 去年有一晚啊 旁邊的香客用塑膠袋 裝東西整理行李有夠草的啦 後來啊 建造他用旅行袋分類 或者是用那個夾鏈袋 把換洗衣物啊 跟冠洗用品裝起來 真的比較方便耶 也不會吵到啊 睡在旁邊的人 那也要記得哦 要把手機啊 設定成靜音 才不會吵到別人哦 好啦 我知道了 媽 你趕快來幫我看一下啦 哇 你的怎麼這麼重啊 哎呦 我帶這個家庭號是要去幾天啊 上次啊 我有去買這種小包裝的 哦 這個旅行組 它有這種沐浴乳啊 洗髮精啊 然後這個袋子放進去這樣子包裝在一起 再去洗澡 很方便耶 哦 你還帶這個吹風機 吹風機我們跟隔壁的王阿姨一起用就好了啦 這樣子哦 你帶太多了 哦 還有這個離子夾 哎呦 你還帶這個化妝品哦 這個化妝品不用 其實我們出去啊 我們是去繞鏡 我們帶一個簡單的這個 防曬乳就可以了 哦 妖書哦 你還帶這個 枕頭 這個棉被 哎 其實啊 我們去繞鏡帶一個睡袋 因為我們休息的地方啊 會比較冷 那睡袋呢 我們會比較保暖 這樣子也比較不會早涼 啊 不能帶化妝品哦 可是人家素顏不好看耶 怎麼會 我的寶貝女兒最漂亮了 對了 對了 我今天啊 到隆德宮啊 那個文創館啊 有看到這個 小籠包 也很可愛耶 而且啊 你看我們 走路的時候 背這個小小的 裡面還可以裝 這個隆德宮有賣這個保溫杯哦 你看這個小小的裝的真的很方便 帶那個大的保溫杯啊 增加我們身體的重量以外 而且也不方便 所以這個保溫杯跟這個 小籠包 我覺得很不錯 然後啊 再來 你看 他還有賣這個防曬袖套 因為我們走到東南部的時候啊 太陽很大 所以這個袖套我覺得 也很不錯耶 等一下吃飯的時候啊 我就順便帶你去買 比較厚一點的襪子 或者是五指襪 這樣子呢 我們走起來 腳也比較不容易破皮 而且啊 出發的啊 前一個禮拜一定要修剪 我們的手跟腳的指甲哦 耶 可以逛街了 那你眼睛比較好啊 你幫媽媽看一下 那個香客虛之上面還有什麼要注意的啊 上面他說 如果有需要可以自行投保平安線 要穿上次你領回來的那個背心啊 讓工作人員比較好分辨你 用餐跟各項的服務 最後還說不可以開車騎車重行耶 怎麼那麼嚴格啊 龍德宮的徒步繞進 是很莊重很特別的哦 徒步呢 就是要我們身體力行 行功了願 那走累了呢 也會有接駁車 所以不用太擔心 那要記得我們要站在神教的後面 把心靜下來 伸著走一定會有很多體悟哦 欸 上面還有寫 繞進圓滿後 要記得把背心交換給服務台 可以換押轎金耶 欸 就是你上次說 隔壁皇媽媽小孩子半夜媽媽號 你拿去給他們那個嗎 對啊 四媽祖的押轎金呢 用法有很多哦 想知道的話 你上youtube查 四媽祖押轎金就知道囉 時間有點晚了 我們趕緊去吃飯吧 好啊 欸 對了 對了 那個 我們報名之後啊 鄉客的那個名單呢 都會照冊 而且到達每邊的住宅公廟呢 都會有書文上達天庭哦 不報的秘密 跟媽祖同行 不值五星級 馬五星級哦 Hou 呀 耶 呀 呀 呀 是呀 呀